大家好,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是一座历史悠久,世界文明的公共图书馆,被誓为美国第一大公共图书馆,是波士顿市民读书学习的好去处,也是我们游客们的打卡点。 图书馆地处闹市区,乘地铁很方便。 这个图书馆成立于1848年,是美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之一,它的创始人之一是当时的波士顿市议员约翰·辛格布爵士。 他于1839年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免费的公共图书馆,为普通市民提供教育和知识的机会。 在数年的努力后,波士顿的公共图书馆终于在1848年正式成立,成为美国第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。 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庞大,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图书、期刊、报纸音乐、录像、电子资源等,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娱乐阅读,都能找到丰富的资源。 图书馆还收藏了大量罕见和珍贵的文献,包括早期的印刷品、手稿、地图、照片等。 这些珍贵的文物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前来研究。 图书馆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教育作用。 它为波士顿市民提供了免费开放的学习空间,为教育普及和知识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图书馆的存在促进了社区的文化交流和社会的凝聚力。 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是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。 它的建筑设计典雅庄重,被誓为美国图书馆建筑的瑰宝。 它这儿石头真多,都是大理石。 底下来使用的风格楼掩折过来使用的会议。 在所有语言上,都 estar在研究中的环境用。 它是美国的中国范围内颕方。 而且,我们的导演到一切宅游战场。 反正行式居座吧,上海里大利文化。 乱以后,这一刻是健康套吗? 我觉得是不舒服的。 起 destru住さ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图书馆的前门 走马观花参观了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感觉是到此一游非常的值得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